俄乌和平谈判出现明显进展 国际油价 金价 煤炭价格硬生下跌 然而市场普遍预期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和盟国组成的OPEC Plus 不太可能将产量提高到超过每日40万桶 供应持续紧张 加上OPEC Plus先前强调无法取代俄罗斯石油产量 全球油价近期内恐怕还是难以稳定下来 乌俄战争开打以来 西方国家纷纷对俄罗斯祭出经济制裁 但极度仰赖俄罗斯能源的欧洲 还是难以摆脱和俄罗斯进口能源 如今波兰打出第一枪 宣布已经通过相关法律草案 将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 成为第一个禁止俄罗斯能源的欧洲国家 波兰一直呼吁欧盟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制裁 停止进口俄罗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但遭德国匈牙利等国反对 波兰目前是欧盟之中使用煤炭发电比例最高的国家 2020年进口的煤炭有四分之三来自俄罗斯 如今波兰打响第一枪 禁止俄罗斯煤炭进口 想必要度过一段相当辛苦的阵痛期 而在已经禁止俄罗斯能源进口的美国 疯狂飙涨的油价也让民众较苦连天 拿起油枪自助加油 价格表上的数字每一跳都重极荷包 美国加州油价是全国最高 为了减轻民众负担 加州州长宣布补助政策 每辆汽车车主能获得400美元的补助金额 一旦提案通过 最快从7月开始就能获得补助 而在各国政府为了能源价格发愁之际 中亚产油国哈萨克的能源部表示 由于一场风暴破坏了出口设施 当地的石油月产量将损失至少五分之一 对全球能源市场又是再次冲击 欢迎新闻联明圈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这一集中的石油月之一 请订阅分享环宇新闻市场